這個啊他送一個Excelenta的更好看 你喜歡這個嗎 什麼部分我們可以怎麼做 主要是亞特蘭大 亞特蘭大機場是全美國課運量最大的機場 然後它的課運量在全世界排行是前十秒 所以亞特蘭大事實上是美國一個很重要的物流中心 那這次是我們台北進出口商業公會 來跟他們亞特蘭大的商會簽一個合作備忘錄 就是說希望說在物流方面進出口有一個合作 市長那個雙子欣的簽約可能延到五月 那開發案的總顧問已經在說了 就是說再拖的話可能會一笑國際下跑外資 為什麼要拖到五月 因為他說還持續跟他們要那個股東的身份 他們的國籍那些不斷地要求他們補件 對啊是這樣啦 當然可以要求補件 但是我的態度是這樣 你要求人家補件你就一次列清楚 所以通常我們會有叫checklist 就是說你要補什麼東西一次講清楚 人家就一次處理 你不要叫他補件然後他送來 要說缺什麼再補一次 我倒覺得是這樣 這個這種超過六百億的國際投資案 你知道齁 我不曉得為什麼 理論上本來是三月四號應該要簽約 那現在 這個恐怕 恐怕 現在是卡在哪裡?投審會 那我看那個經濟部長自己出來講話吧 所以你覺得他們有一點不夠幫忙? 不是啦 我不認為說他們故意不幫忙 這只是反映說政府面對國大 重大的投資案的時候 就是說 坦白講齁 還是那一句話嘛 你要人家補件你就一次補清楚 如果需要加班開會 那就加班開會嘛 怎麼幾百億的東西這樣卡著一直拖出來幹什麼? 市長 公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有一名技師涉嫌獸會廠商數十萬元 跟你過去秉持的經營政府是不是有點毛病? 這是這樣嘛 不過這樣啦 這個已經當市長當久了 遇到事情不要急著生氣 應該是先調查清楚 等一切調查清楚出來 我們會處理 市長最新的那個TPBS最新民調韓國瑜跟你還有賴清德一起表達 韓國瑜都贏你跟賴清德很多 而且賴清德也贏你 不會覺得他們兩個出來選的話 其實你是參選的空間被壓縮嗎? 唉唷 我跟你講還是那樣啦 每天該做事努力做 他就到時候再講嘛 還有一點啦 我跟你講你看看從去年11月選完到現在 民調已經翻幾輪 所以說是這樣 這跟股票一樣 只有比較健康的方法就是 你買一個股票就擺在那裡 你要每天去看那些股票 我跟你講什麼事都不要做 我態度是這樣 民調是這樣 每天高高低低 而且民調很多家嘛 所以是這樣 我們不是不看民調 坦白講 但是 就看妙一言 這樣 轉過頭還是繼續做自己的事嘛 可是韓國瑜都多你10%以上 你會不會覺得有可能嗎? 有可能? 那怎麼不可能? 是這樣啦 我也覺得這沒有什麼 本來就這樣 但是這樣嘛 像那個選舉還那麼早 難道 說還是這樣啦 我覺得這樣 台灣實在是很糟糕的國家 就是說 整個國家都每天都要討論選舉 當然 有時候晚上回家看 他在想說 這個國家要這樣定起來嗎? 不是很健康啦 坦白講 你昨天喊清美有衷嗎? 因為蔡總統說不會有人反對 但是他說不能以國家主權為代價 That's right 這個也沒有防範 本來就是這樣嘛 清美有衷是個工具 這種戰略 但是台灣主體 台灣優越性 這個也不會有人去違反這個主軸 所以我想 所以這個都對呀 沒有什麼 蔡總統講的也沒有不對啊 那你覺得鄭文燦說獨立參選不太可能勝出 也是對的嗎? 也是對呀 本來就很難選 我跟你講 我每次講那個 是這樣啦 從2014到2018 或是一日雙倒 我覺得這樣啦 有時候 不是說以前成功 大家就把成功視為理所當的 坦白講那還是 真的蠻困難的 我自己也想過 是很困難的 沒有錯 可是如果那麼困難的話 你還去華府 不就是有點白跑一趟的感覺? 不是啦 就是這樣 很多事情是這樣嘛 如果照你這樣講 我每次在跟那個演講的時候講 我當年騎一日雙塔 你問我說你在富貴小燈塔上車的時候 因為保護一定可以騎到鵝鑾鼻燈塔嗎 不以後誰曉得 你從來沒騎過誰知道會不會騎得到 但是你不踩下第一步你怎麼知道 所以我倒覺得這樣啦 該做的事都把它做好 就每天 我會發現我所有人裡面我最輕鬆的 但是現在賴韓參選的話 會變成藍綠 藍綠歸隊 這樣子的話 這也是不急嘛 還是這樣啦 老實講我自己個人的訓練 其實整個台灣喔 其實你到美國來就很清楚嘛 統一跟獨立都是假議題 在現階段台灣哪有可能統一跟獨立 你那個為那個不然幾十年後的題目 每天在那裡吵來吵去吵來吵去 老實講喔 我們的經濟啦 或是說整個政府的效能效率 都沒有人在管啦 每天在講那個高來高去 不在幾十年後的問題 所以還是不是很健康 所以你說藍綠長的在線也不上線 你有跟我們剛剛車禍市議員都沒到嗎 那沒辦法啊 這個天有不測風雲 人有旦夕厚服